自信 这个东西很奇妙 它不是精神 它不是物质 它也不是空间 也不是世界 你对它简直没法子 它在哪里呢 无所不在 无始不在 无处不在 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 没有它 一切法变不出来 只要能变出来的时候 它就在 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 常常用荧光幕来做比喻 我们看电视 看电脑和屏幕 屏幕就好像是自信 所有的现象 不能离开屏幕世界 屏幕始终不动 也不会远无 什么样的现象 都在里面能发挥 清静也好 远无也好 善的也好 我的好都行 与他相不相关 毫不相关 经常讲得很好 这一切法 心心事变 从缘而起就是事变 所以 凡是这种现象 都没有定性 所以佛菩萨 看待一切众生 他不起心动念 为什么 没定性吧 他坏 佛菩萨 预言 预言 所讲的 不是一定的 说出这个预言预测 是什么呢 这些预言家 很多是通灵的 他们看到的 看到这个现象呢 是他那个时候看到的 你不是他一年前看到的 一年之后 我们念头变好了 他就马上就转变了 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 那就跟他预测的一样 我们一变的话 他的预测完全不灵了 就这么个道理 进 对我们的身体 我们身体自己可以控制 再扩大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道场 只要人人 所以这个教学重要 我也常跟一些同学们谈 讲经的时候也讲到 那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 华藏世界为什么那么好 祝福的舍暴徒都没话说 为什么 那个地方祝福如来 天天在讲经 天天在教训 没中断的 所以 无师无名的习气 在那个地方 他罚作不了 天天活在讲经 教学们 他怎么罚作呢 久而久之 这习气慢慢就没有了 自然就消失了 就这么道理 如果 那个世界 佛要不讲经了 菩萨也不讲经了 我看 要不了几年 就变成我们地球这个样子 所以祝福如来 他在那里天天讲经 帮助那些众生 逐渐逐渐的 勾勾扯了 也就是 四十四 四十一瓶无名 那是深一 那个无名是无名习气 我们在华严经上 学到的 无名习气 统统断尽之后 回归长济广了 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之后 这个科学有没有法子 找不到它了 只要在 吃暴土 科学家很能看见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那个地方会不变 这一点 现在还没有发现 我相信将来科学再进步 可能发现 看到现象 不知道原因 原因在经典里头 在大臣经典里头 所以方东北先生 告诉我 这个大臣经典 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 那我们通过 将近一家子的学习 我们发现了 不但是最高的哲学 同时也是最高的科学 我们像今天科学的 这两个极端的发展 一个是宏观世界 宏观世界里面看到了 大部分的宇宙不见了 这科学家的报告 真正我们这个科学技术 能够观察到的 了解到的宇宙 只有整个宇宙的 百分之十 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宇宙 不见了 有人说 是不是 它藏在 不同维持的空间 因为我们怎么样去测量 还是三度空间 没办法超越空间维持 当然这是一个说法 或者说最后 宇宙真的不见了 那你说回归自信 从自信里面升起 到最后还回归自信 自信 这个东西很奇妙 它不是精神 它不是物质 它也不是空间 也不是世界 你对它简直没法治 它在哪里呢 无所不在 无始不在 无处不在 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 没有它 一切法变不出来 只要能变出来的时候 它就在 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 常常用荧光幕来做比喻 我们看电视 看电脑 和屏幕 屏幕就好像是自信 所有的现象 不能离开屏幕 视线 屏幕 时钟不动 也不会染污 什么样的现象 都在里面能发挥 亲近也好 染污也好 善也好 卧也好 都行 与它相关相关 毫不相关 经上讲得很好啊 这一切法 心心事变 从云而起就是事变 所以 凡是这种现象 都没有定性 所以佛菩萨看待 一切众生 他不起心动念了 那为什么 没定性吧 他坏 佛菩萨绝对不会说他坏 他好 佛菩萨也绝不说他好 佛菩萨看待 心事平等的 不起心不动念 更没有分别是处 那个变化就在一念之间 一念 就 就清洁 就善了 一念 染污了 他就污了 就不善了 这个念头 刹那刹那在变 当然 变 与自己的习性 有关系 我们迷惑定到 不是这一生了 生生世世 阿赖耶里面 不善的习气 多 善的习气少 可是这些 善的习气 起现行 都得有缘 这个缘 就是我们的境界 有关系了 中国古人常讲 静珠 这赤 静默 这黑 看你身在什么环境 这个环境要好 你都是变好了 这环境不好 你不可能不变坏 所以环境对人的影响 太大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